接下来我们还是做单一质变数的 也就是S和Y之间的关系而已 但是我们做的是有误差的情况 刚刚是完全没误差 所以那个划出来的线 就全部都在一条线上 非常完美 但是现实世界的样本 绝对不会这么完美 所以我们要加一些误差进去 一样我S就从1取到10 把S一出来 接下来我Y让它变成一个有误差的10 所以我用常态分布去当作误差 Y等于1加3S加上Tano 25个样本,所以用25 平均值是你标准差是一种 都当作它的路材质 那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组Y 跑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组 就是 这组S和Y的图画出来 可以看到这组S和Y的图呢 它 即使在同的点上面 也会两个 产生好几个点 因为它有误差 那这时候我们要去跑回归 它能不能跑得很好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去跑回归 要我们先把它做成 框架变数 这样子就有阴主 有S栏位和Y栏位的框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跑回归了 我们去跑回归 跑出来的结果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跑出来的结果 结果Model处呢 它的结局是1.42 S42.901 那这样子到底有多好呢 我们把那个ABLine 画出来 就会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到ABLine 那线是这样 所以非常 感觉非常好 对不对 就是它 它 就几乎是 我们能 能够想出来最好的一种 线性 线性的 回归的 线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线性回归 它其实在 符合度上面是很好的 那当然那是你样本 之间本来就有线性关系的 情况 否则的话 如果样本之间没有线性关系 那个 你找出ABLine 找出回归模型 也没有用 我这边 举个例子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这个先关掉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就是S 等于 S 是 1到10 取25点 Y 也那种 1到10 取25点 这样两个之间就几乎 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独立的 我把SY flat出来 你会发现 这个很乱 那我再去跑回归 我先把它 弄成框架 然后去跑回归 接下来 我们 把Martel列出来 这时候他会说 结句是5 点45 那係数是 0 不0 点0 4 那我们 把它划出这条线 用AB 那也划出来 好 那我们会看到 这一群很乱的样本 它划出来的回归线 是这一条 但是你觉得 它这个回归有意义吗 OK 它这个回归就没有太大的 的 感觉了 因为 我随便划条线 也是差不多 因为它本身 样本点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倾向 没有任何的倾向 好违规 其实跟不好也没什么差 那所以 如果你 样本之间本来就有 某种倾向的话 那 你划出来 才会有意义 所以我再做一次 我如果今天呢 虽然 我样本还是取 取这个 这个 没有取 100 加上 257S 然后呢 这边呢 取个 比较大的 标准差的 差的差 30 那这时候 S Y 都有 10 我们去跑回归 这时候去画出 SY的点图 OK 你会看到 他还是有的 现金关系 虽然 他的 差异很大 但是他这边 系数也很大 所以 他的 现金看起来 还是蛮好的 那我们这时候 再去跑回归 然后 你就会看到 结句是89 系数是58 我们用ABLINE 去画出来 你就会看到 他还是裹得很好 那如果我今天 再做一个 就是让Y呢 不要那么大 这时候Y就 加上 两倍的S 就好 那这边呢 标准差 大一点 这时候 画出来的图 你会看到 他有点 散乱 因为标准差太大 标准差太大了 发出来的图 你就会 就是那个 在违规线的 左右两边 会很大 距离会很大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 违规 然后呢 再去画他的ABLINE 先看一下 违规的值 看一下 Model Model 我觉得 这一个 我也会让我 想念 看到 Model 这个是什么 試試看 還在上一個 上一輪的結果 我覺得很快 換一個 還是這個結果 這個奇怪 清掉 算了 關掉了 三個重來 這邊用10 這邊用5號 然後這邊 SD用10 這時候再來回規值 這邊 這邊 沒有下β.flame 剛剛是忘記下β.flame 這時候結局是這樣 我們畫一下 這個是它的三元圖 換 圓圓圈的圓圈圈案 那這時我們會看到它的線型是這樣 還是不錯 雖然他的標準差大到10了 但是他的文貴現在不錯 他跑不出來應該是忘了下這個指令 忘了下這個指令 所以記得不要讓他變成框架 然後沒有下這個指令 導致他用上一組的框架去 那各位試試看 加入物差之後的狀況 再跑一次看看 然後最後用Vline去把你的線圖畫出來 我這邊應該有放Vline 沒有,這邊沒有放Vline Vline,這邊用A,用B 各位試試看 有誤差的情況 我們把我的試驗放上去 把我整個試驗放上去 好,OK 那這整個試驗的過程 都在這裡 你可以做一次看看 自己做一次看看 看看他跑出來的回歸 有誤差的情況 是不是你覺得還不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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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